文章里面写到 你认为台湾大选之后 全世界各国对台湾的选举 和赖总统当选的祝贺 都隐含了承认台湾政府合法性 显示了国际潮流正在改变 能不能你阐述一下你观察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牵涉到中国和台湾之间 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让这两个政府不断地在这里奔夺 真什么呢 主要就真的一个问题 就是合法性 这合法性有好几个方面的解释 第一个就是说谁代表中国 最开始搞了几十年就真这个 那么搞什么中美建交 联合公报都讲这个 在这个谁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上呢 我觉得中国也赢了也输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个他获得了很多国际上的承认 输掉什么呢 就是这个台湾呢 就是退出了这个竞赛 不跟他这个去争了 台湾大概是民进党在2002年的时候 大概就说我们这个基本上不跟你这个 我们也不想代表中国嘛 不代表中国 那么国民党呢 现在可能他还内部里面有一些 这个整合还不是特别清楚 但基本上来讲 台湾就是现在不想跟中国去争 谁代表中国 还是哪个中国是哪个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合法性啊 但是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非常重要就是合法性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政府本身 他的权利的来源 有没有合法性 那么当然这个中国呢 就输掉了 台湾肯定赢了 因为美国这样 国际上呢 他主要的这个潮流 就是通过这种popular sovereignty 就是主权在民 用民主的方式来投票 政权合法不合法 实际上是要通过人民认可的 中共绝对没有这种人民的认可 所以说台湾这方面是赢得很光彩 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这个竞争呢 他的合法性的这个角度呢 就是说国际承认 那么这个呢 是一直在还在继续进行的 但是我觉得呢 这就刚才回到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赖清德先生 当选了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有那么多的国家领导人 有那么多的民众和政要 向他表示祝贺 这个实际上呢 就表明台湾呢 在国际上的承认了 他一步一步再往上走 尽管中共利用自己大国的这个 身份啊 他去进行台湾对台湾进行打压 但是我觉得这个 越来越多的国家 认为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府啊 它是具有合法性的 现在关键问题就是 各国的领袖 世界领袖 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 去面对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非常明显 那就是什么现实呢 就是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分 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啊 四十年以后没有一寸台湾的土地 是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还有一个现实就是什么呢 这个非常明显的现实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这个政府 它实际上是没有合法性的 台湾有合法性 因为它是完全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所以说呢 要认识到这个这个基本的现实 实际上就需要很多勇气和智慧 那么所以说呢 我觉得对赖清德先生当选总统 对他的热烈的祝贺 实际上是对这种这个现实承认的 一种非常间接的一种表达方式 真是因为这样 所以中共它是非常这个老火 所以反应呢 也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 没有这么道理 他总是觉得像这个赖清德先生 他是代表着就是一小撮台独分子 这个呢都跟现实这个不道边的 是 余老师我注意到你这两天跟 蓬佩奥全国务卿联名投书媒体啊 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美国台湾关系法45周年 现在需要一个升级 需要承认台湾政府是一个 民主自由选举的 有合法性的政府 需要这个承认 公开的通过外交承认来确立 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事实 现在需要在美国 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的讨论 并且采取行动来承认这些事实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赖清德先生马上就要就任了 他就任之后呢 面临这个局势呢 当然虽然有一些这个比较可喜的一些趋势啊 但他也可以这个有很多优势在里面 首先这个中共他对这个国际局势 尤其上对台湾关系啊 这些态度的 非常一个是蛮看霸道 另外一个呢 他就像巨婴一样 没有这种大国风度 叫对待小孩子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赖清德先生反而这有大度的啊 他可以说以这个比较成熟的一个 承认的这种方式 而对待中共的这些 这些强吃多里的小孩子的这些 你比如说他中共对赖清德先生的这个 他的选举合法性 他提出这个很重要的挑战 他说赖清德先生呢 没有得到半数 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人承认他 这个东西都是非常可笑的 为什么呢 陈水扁先生在2004年的时候 他是得到百分之五十点一 虽然这个 这个多数性是比较小的 但是也是多数了 那么 那么蔡英文这个女士 在2016年的时候 她得票的多数 超过了半数 是百分之五十六点一 在这个二零二年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 她的连任获得了五十七点一三的这个 这个这个多数 那么中共他也被这些政权 他从来不承认 所以他这个说法就是 自己偏自己 就像小孩子这个耍赖一样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赖清德总统 有大加风度 相对中国来讲 这个他是很有这个 这个很有这种 这种中国人讲事嘛 就是这种气势啊 他有这种优势 另外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 赖清德先生这个面临台湾的很多这个国际国内的形势呢 当然他是很有这个民选嘛 他的政治表述都很清楚了 我觉得美国人看到台湾的真正理由他们的运作 台湾的民主机制运作 跟美国国内的这个民主机制运作差不多的 也差不多的 你比如说美国的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总统把美国从这危机中间拯救出来的好几位总统 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小罗斯福总统 就是二战时候的那个罗斯福总统 他为什么他的政绩非常突出非常卓越 所以因为罗斯福总统是一个民主党人 但是呢他把美国的国防情报全部交给共和党人去管 美国当时的陆军部长是叫Henry Stinson 是这个胡佛时期的这个这个国务卿 那么他是共产党共和党人 然后在这个美国二战时候的海军部长 是一个派这个这个共和党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叫Frank Knox 这些人呢就是他把这个对方呢组成联合政府 我觉得台湾也面临这种问题 当然这个呢要看这个两党之间的戳合怎么样 2020年实际上这个总统选举 我看在这个台湾的选举历史上 民主历史上 它是一个情绪化相对比较少的一个一个选举 三方达成了很多很多共识 比如说这一国两制绝对是不行不通的 而且他们都认为三个党的这个看法 都是和这个都觉得这个他们党的这个前途 在台湾不在其他地方 这些东西要美国人很能接受 世界人民都很能接受 所以说要承认台湾这个民主这个现实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说很多领袖没有看到 但是很多领袖没有这种政治勇气 像这个蓬佩奥先生 他有这个勇气 他说出来 这个是一样这个 就像一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 这个真相一戳就破了 所以中共还没有什么这个对应的招数 他只能说一小处 一小处这个阻挡台独的这个分子很重要 那么我们就经常问他 你说台独台湾的哪一个政党 哪一个政治家在公开鼓吹台独 他说不出来 这个宇老师 这两天这个马英九先生 去北京见了习近平先生 然后他们两个公开谈话坚持就是台湾要遵守一中原则下的九二共识 这个实际上是要继续套一个紧箍咒在赖清德政府身上 也套一个紧箍咒在台湾上面 在你看来赖清德新政府可以怎么样打破两岸关系的僵局 来开启某种程度的对话 怎么样维护台海现状维护台海和平 所谓的一中原则完全就是一个神话 没有什么一中原则 中国和美国建交的时候 开始就1972年建立这种战略颠覆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一中原则 中国自己在讲 这个上海公报里面说的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他采取立场就是关键的四个字 就是说U.S.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PRC is the sol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and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他这个就是说 我意识到你有这种说法 中共的翻译的完全是这个曲解 在那儿下扯 你看到现在中国外交部的这个网站上去看 他们的翻译这个上海公报 他说美国承认中国的原则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这个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这样的 那么这个1979年建交公报 也是同样的美国这种非常这个词汇 就是说U.S.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就这样子 817公报那更不用说了 中共更是这个篡改这个词译了 因为他817公报是关于这个 向台湾销售武器的问题 美国承诺要对这个台湾的销售武器呢 要降格 逐渐都没有 但是前提是中共对台湾放弃武力威胁 中共这个话他不说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啊 没有什么一中原则 也没有什么久而共识 如果说这个马英九先生 他对自己的 他要真心这个的话 他就可以把自己以前的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 把这段东西呢 他将以这个公开的谴责 或者是否认掉 我觉得他没这个胆量的 他心知肚明 中国和台湾和世界的交往 在很多层上 就是打这种 莫名其妙的太极拳 要没有事实作为根据的 这些关系 就是磁面上打交道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赖清德先生 他的就职之后 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 他实际上也给中共一点面子 他说你不要那么吓唬闹 他说我呢 我在我任期呢 我不宣布独立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没有必要宣布独立 因为我们现在 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这个东西呢 中共他一直对这个说法 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回应 天天在让人骂街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一个好呢 我觉得这个就显示出 这个成熟的政治家 他的这种思虑啊 他可以抓住对方的弱点 他可以讲这些话 而且你要看到这个 台湾现在已经这个 就是在过去十几年以来 他在国际上的生育越来越好 他基本上都是做好事 没做坏事啊 哪里有地震 哪里有什么这个灾难 台湾总是第一个无常的去援助 所以说他民心很好 民生很好 而且台湾的经济技术发展呢 他是通过国际准则那么来的 没有去偷窃别人的技术 而且研发出来什么东西 都世界共享 在这个自由贸易系统里面 规规矩的做事情 然后现在这个 台湾的这个经济技术 经济都有飞跃的发展 再有一点我觉得这个 像拉近哲先生呢 我想他肯定会知道这一点 就是台湾在这种国际情势下 他也知道中共他的这个不安全感 他实际上 为什么他那么这个邪师敌礼 对这个台湾的问题非常敏感呢 因为他害怕什么 害怕国际上对台湾的这个 最基本的事实 也是他的独立主权地位的 呃承认 外交承认 这是他最怕的 所以说呢 你这个可以利用中共的那种心态啊 就是给他有好的国家 立陶宛啊 捷克啊 这个啊 不乱请他交往交往 到时候中共再耍赖的话 那么这就有这个 这些国家承认 台湾的这个主权和独立的人们的可能性 所以中共他对这个也是很害怕的 所以你要抓住他的弱点 去对他进行这个 这个呃 就是以止自谋攻击 呃呃呃呃呃这个 攻攻他的这个弱点和他的这个呃呃呃 不太现实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的人民 他当然有很多内部的一些问题 有经济的问题 还有党派执政的问题 总的来讲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社会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社会 民主国家就是这样 它有各种各样的思想 有这种政治原则和政治利益的冲突 这种冲突不见得就是这个国家 江山就是那么败落的一个现象 相反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社会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人民应该挺起腰杆坐人 在自己民选的总统领导之下 就是更上一层楼 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搜寻三国演义 123的三国家的国演员的演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订下去